今天我們要為大家朗讀一首詩 詩名叫做 四季的頭髮 作者是林世仁 夏天的頭髮在哪裡? 南風吹來找啊找 二夏天的頭髮是西北雨 又緊又長想生熱熱 一劈槍就遮住天空 向大地下濕的眼光 秋天的頭髮在哪裡? 西風吹來找啊找 秋天的頭髮是南山的芒草 修修修 純的風雅 學著雲霧 一根根帶雨高明美 比誰先清掉天空的臉龐 東天的頭髮在哪裡? 北風吹來找啊找 啊! 中天的頭髮是山頂上的白雪 冰涼涼的絲絲 最愛華仙伴 來幫忙叔叔 一條一條長片子 最愛華仙伴 春天的頭髮在哪裡? 東風吹來找啊找啊 春天的頭髮 春天的頭髮是冒出來的小青草 練起腳尖 請起腰 比賽千里 聽他們在說 短短的頭髮最好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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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